这就是易田香 是殿下 易田香是西域独有的香料 无毒无害 只不过 能把人的情绪无限放大 想起最刻骨铭心的事 好 找个空子 把它点在阿妖的寝殿 可是 殿下 您不把它闻了之后 会更恨你吗 现在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再坏还能坏到哪儿去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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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做这种梦 难道我还在留恋过去吗 你们在干什么 回姑娘的话 是太子殿下吩咐奴婢们前来布置寝殿 快拿走 我不想看到这些 姑娘恕罪啊 这都是太子殿下吩咐的 若是奴婢们贸然拿走 只怕殿下会怪罪 罢了 随你们吧 多谢姑娘 慢着 别的就算了 把那阵灯拿走 我不想看见她 是 姑娘 殿下 东西都被退回来了 还高兴啊 这么多东西 只有这花灯被退了回来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属下不知道 说明她还在意我 她能留下所有的东西 可唯独容不下这花灯 如果她不在意我 如果她不在意我 可她偏偏让人带了出来 生命她还记得 只要记得 就是好事 可是殿下 她若是还记得的话 岂不是会更恨你 更不会原谅你吗 你知道对一个人 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吗 是忘了她 只要阿妖还记得我 那一切就都还有机会 什么 备马 我要进宫 是 是 太子殿下 好 儿臣见过父皇 臣儿免礼 今日入殿可有何事啊 儿臣今日前来 是想请父皇为儿臣赐婚 赐婚 赐婚 出二女孩子 也 revolving gan 我 不满 宁儿 他可是差点成为真的嫔妃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你的太子妃 你这样做 难道让此下人只削人吗 可儿臣对他以情根深重 认定此生非他不屈 你 阿勇 如果我们被刺婚了 你会开心吗 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些 这香的味道好特别 果然是这香有问题 姑娘 您这是怎么了 阿勇 阿勇你怎么了 这树都死了 人怎么还活着呢 姑姑娘 奴婢服侍您更衣 做什么 我哪儿也不去 是太子殿下吩咐的 马车已备好 若是太子殿下下潮时 不见姑娘在车上 我们 别说了 他出发态了 他已经死了 好了 再来 我也想起来 阿勇 我们到了 这是何处 你下来就知道了 顾太医谋逆一事早已经发案了 顾家早已缠缘昭雪了 只是最近我们都注释缠身 没有早些过来 我在顾府旧宅找了一些医物 立了这衣冠冲 想着日后 阿牙想要祭拜 也能有个去处 衣冠冲 你我明明都知道 我父母的尸还被散落在乱层 这衣冠冲 哪里来得去处 我要带阿牙四处转转 你们不必跟着 殿下 这荒山野岭的 怕是不安全 无妨 我会呼唤阿牙 阿牙 你之前总说想出去走走 这里是我偶然间发现的 所以想着 带你过来看看 时过境迁 天凉了 不是出来的时间 没关系 来年这里 会看满樱花 到时候我们再过来 你是东宫太子 未来的天子 我们是不会有以后的 还要是在怪我 这是没有给你一个名分吗 是我考虑不周了 欠你的婚礼 应该补上 我说过 我想要的 我都会得到 是吗 是吗 好 你看 你 谢谢 是吗 我 不 我想要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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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岳姐尘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我忽然想到 我们才遭遇那一晚 我这些年在宫中备受冷落 不非因为得不到父皇宠爱 而陷入偏执 无心管我 这些年只有你 我们心里明明是有彼此的不是吗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我们两个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阴谋算计 只是一场互相利用为前提的交易 你为什么要深陷在这种 身信不疑的戏码里面不可自拔呢 你跟你的母妃有什么不同 你跟你的母妃有什么不同 就当我求你了 至少在今年 我们可不可以抛下过往和身份 你这是阿药 我这是阿臣 我们就还跟诏欲那一晚一样 你就大可怜我吧 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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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 你怎么了 快 快去把阿遥追回来 快去 是 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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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阿遥呢 阿遥在哪儿 找到了吗 殿下放心 姑姑娘已经找回来了 只不过她一回来便进了房间 没再出来 都没有提过要来看你一眼 她没事就好 殿下 您伤得这么重 还想着她 太医说那一件 只差一寸便自重心脉 您这样做 值得吗 阿遥还是关心我的 你没有看到 刺客要刺杀我的时候 她要多着急 我受伤的时候 她要多担心 她要多担心 对了殿下 那些刺客的身份皆已查明 即使昭明将军的部下 为复仇而来 于党皆已如狱 昭明 她就算死了也阴魂不散 启离殿 陛下 陛下宣您觐见 殿下 近来坐折 都是才您和顾姑娘的 陛下想必也是为了此事 陈儿 你的伤是怎么回事 又是因那顾家女吗 回父皇 侍儿臣交友时一事不查 被刺客钻了空子 幸得顾姑娘舍身相救 这才保住了一命 你堂堂太子 身边高手无数 竟需要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来保护 朕是老了 但不是昏了头 连你这等荒唐的说辞 朕也相信吗 儿山所言 句句属实 够了 你们本来就是天差地别 朕看你如此执着 本想允了你 但是现在已经威胁到国之根本 你现在是朕唯一的儿子 竟然为了一个女子 致性命安危于不顾 以身犯险 朕意已决 此事绝无可能 请父皇三思放肆 滚 你 请父皇收回城密 请父皇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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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皇 三思 姑娘 殿下因为姑娘而受罚 谁劝也不听 所以小的斗胆 将您请来 希望您能劝劝殿下 他身上还有伤 这样跪下去 是会要命的 他愿意跪便让他跪着吧 殿下可是为了你啊 你能过去给他披件衣服 也不愿吗 好 顾姑娘 这诏书是颁给您与太子殿下的 请过来接迟吧 奉天承愿 皇帝诏约 前太医院掌院之女 顾君瑶 贤淑大方 温良敦厚 品貌出众 今太子是婚娶之时 未成佳人之美 特将顾君瑶 许配太子为妃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与钦天见仙政 共同操办 则良辰完婚 布告天下 闲始闻之 钦此 可恶人 天下 也很惨 还要 还要 御 所未身 就好了 是啊殿下 陛下会对你妥协 是因为你是他唯一的儿子 只有在乎这个人 才会被他要挟 被他伤害 阿阳 我们回家了 姑娘 喜事将近 怎么觉得您越发清俭了呢 你听说过被拔掉羽毛的鸟毛 何止清俭 再不起飞的话 就会坠落 是奴婢多岁 奴婢该死 该死的另有其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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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抢酒了吗 阿辰 我也等于这一天抢酒了 好 啊 很痛吗 你忘了吗 我给我们下的是原用过 你痛 我痛 我伤 你伤 这也是我离你最近的时候了 可惜 我终究还是留不住你 你知道我唇上有毒 但我也感知如意啊 这不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还要 我好痛 月婧辰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只希望我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你 我知道啊 这辈子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希望你才也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人 希望你才也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人 这世间没了月静晨 你别自由了 我说我会让你一步 我先去 我认为你 你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人 我会让你一步 我认为你一步 一个问题 我认为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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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即使你不敢来的 但真的到了最后那一刻 我居然又有些期待你们 只要是你 我一定会来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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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舍不得你 好 袁靳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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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